从琼瑶戏中走出来的马景涛 现在似乎要把游士导演的秘史进行到底了 刚演完《笑装秘史》中的《多尔滚》 这次就在《黄太子秘史》中 饰演了康熙的二阿哥 同样是前倾的王贵 在角色上有什么差异呢 让我们来跟马景涛做一次亲密接触 他们在性格上的这种差距其实蛮大的 所以希望观众朋友在看这个《黄太子秘史》的时候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笑装秘史》的续集 或者是一个人物的一种延续 基本上他们是表现出来的一种 所谓的这种英雄的气度和那种内涵和气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是差距是非常大的 当初游小刚导演选择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觉得有点奇怪 我有点问号我心里面 拍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一种渐进式的方式 几乎是顺着整个他的时空慢慢去推演 那这带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大的一种好奇心 他从小等于是在《抢宝之中》就让康熙立为太子的一个人 当了42年的太子 这太子当然当了太长了 所以就是在很多的爷识里面 或者是一些历史记录里面 就觉得说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太子时间当了太长了 就有些人可以把它抹黑了 就觉得说他起来这个要谋反 他要干嘛什么的 这二费二利之间的一些 很多的这个疑问 很多的一些盲点 我想就是在我们这个《黄奈子》的意识里面 会逐一地把它呈现给观众 我们并不是要去解开这个谜团 而是让观众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谜团里边 当全剧结束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你自己心中的一个答案 黄奈子 情人为了我 放弃一切 这很酸吗 当然是真的 那黄奈子 也不愿意为了我 做你该做的事 戴娇亲她是一个上岸女孩 那过去我们也没合作过 我也是因为黄奈子密集的合作 她才一起 我觉得现在女孩子都比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她们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在表演的基础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相当相当的扎实 然后不需要你特别去 这个好像去指引她了 或者是这个怎么样去磨合 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大家可以 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这还不容易啊 我们本来就是 云儿 二哥哥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不是不是 二哥哥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那就是喜欢了 她是一个很有 我觉得是一个蛮具慧根的一个女演员 很年轻 然后她本身在角色挑战的难度上 已经超过她自己现有的一个年纪 我觉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而且 基本上以她的这种表演 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她自己 属于这种天才新演员 基本上那么小年纪 然后很多 包括在超越她自己一些 年龄啊 思想啊 各方面的层面的这种表演 她都拿捏得挺好的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还能活呢 相信 她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就是 已经把她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都表现出来了 那我相信这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我们在合作的过程里边 就是 他们都很 很用心 那种用心 我觉得就是最 让人感动的地方 虽然是有些声色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新人必经的过程 所以我始终给他们 最正面的鼓舞 主要的是一份那种 让我觉得很 很自然的 然后很 很放松的 然后 她可以去理解我内心的脆弱 跟我内心的一些 害怕 那我不会刻意在面前表现的 就是好像这个 什么都无所谓 或者是天垮下来 哎 由我来一个人承担 我基本上我觉得 我会把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些 可以说是缺点弱点 会很真实地曝露在这个 我想爱的这个女人身上 那相对的我也希望 她跟我的一种感觉是一致 常常想到的就是 我自己父母亲 他们那段 那么幸福 美满的那段婚姻 从他们恋爱一直到 一直到我父亲过世 就是我母亲对我父亲的那份 依恋 我父亲对我母亲的那种包容 我觉得那种情感是 其实真的是我想要的 这个故事呢 相信会给观众呢 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 和一些很美好的一些回忆 皇太子秘史之后 紧接着太子秘史 一系列的秘史 我相信观众会带来 很多很多的开心 很多很多的 你生活里面意想不到的惊喜 祝福大家 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们 皇太子秘史安徽播出成功 电视联系剧 皇太子秘史的拍摄过程中 运用了多种拍摄技巧 光是骑马的镜头 拍摄方式就多达十几种 后期运用蒙太奇的剪辑手法 活灵活现以假乱阵 今天的节目中将让大家现场体验 策马狂奔的感觉